黎智英案第五名重返證人陳子華第四日作供 他表示李宇軒在2019年11月聯絡他 表示會搞一個監察區選的行動 需要25萬元資助,叫他問人幫忙 陳子華理解即是要他找Mark Simon和黎智英幫忙 陳子華於是聯絡Mark Simon向他講述李宇軒的計劃 Mark Simon表示很有興趣,要求提供計劃詳情 陳子華因此再聯絡李宇軒,問他的監選團會有甚麼支出 李宇軒回答主要包括酒店和機票等 其後將來港監選的議員名單交給陳子華再轉發給Mark Simon Mark Simon確認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分爵都會來 立即表示我們會大力支持 最終陳子華從李宇軒口中得息 Mark Simon給了兩倍即是50萬元轉載到李宇軒的戶口 他議會選舉後,Mark Simon主動要求陳子華到沙田一間酒店會面 表示監選團做得很好,指這些就是他們想要的東西 Mark Simon又指,很多民主人士都會聯絡他或黎智英 可以尋求金錢上的幫助 由指,老闆很有錢,但不代表任何人都要贊助 並聲稱他可以決定細壓款項的贊助 但大黑款項都要由黎智英來決定 對於未來抗爭方向,Mark Simon要求陳子華他們不要再登報 而是轉到網上平台宣傳和進行國際遊說 只要國際遊說的目的就是要外國政府採取行動向港府施壓 Mark Simon又認為,區選中黃絲勝選是大勢所趨 因此他和黎智英開始研究立法會初選 希望延續氣勢在立法會選舉都取得大勝 陳子華憶述在2020年1月,黎智英在台灣與他見面時 表示已著手準備初選 包括向一間歐洲公司拿報價做一個初選公投程式 另外,Mark Simon在與陳子華會面時 又提到黎智英手上有兩間空置離岸公司 建議可以利用作為社運或國際遊說 2020年初,安排將其中一間公司 連同一個本地銀行戶口轉至陳子華的名下 戶口入8萬元,Mark Simon正要求他歸還 但到陳子華被捕前仍未還款 陳子華入足公子李宇軒在2019年9月透過Mark Simon 首次與美國國務議員Rick Scott見面後 李宇軒在同年12月前往美國再次與Rick Scott見面 陳子華指,李宇軒在前往美國前 曾透露擔心飛了過去後最後一個人都見不到 因此希望Mark Simon一方可以幫忙,促成當地會面 美國之行後,李宇軒向陳子華講述美國行程的開放 並提及已將一份由重光團隊而備的中港官員制裁名單 交代給美國官員 控告後展示陳子華與黎智英在2019年12月的WhatsApp對話 黎智英表示想與攬炒吧劉祖迪會面 展示陳子華安排 陳子華認為黎智英想與劉祖迪會面 是想拉攏劉祖迪一起組織領袖團隊 結合鐵三角力量 即街頭力量、議會力量和國際社會力量推爆政府 陳子華其後到英國找劉祖迪 但劉祖迪對黎智英主張以和理非作為主要抗爭手法的策略顯得猶疑 陳子華建議兩人不如直接對話 最終在黎智英負責行程費用下 劉祖迪同意在2020年1月前往台北與黎智英會面 陳子華英國期間 在黎智英安排下 亦與香港監察創辦人羅傑斯會面 羅傑斯建議將犯修例示威放上國際法庭去解決 返香港後 黎智英要求與他會面 聽取與劉祖迪見面的情況 最終兩人在2019年12月31日 在黎智英的車上單獨會面 陳子華回報指 劉祖迪表示對黎智英對勇武派的取態感到猶疑 這似乎不適合見面 但黎智英隨即強調自己 不是不支持勇武 只是需要迎合西方可以取得國際的支持 所以他需要有這樣的姿態 又指國際支持比勇武派的支持更加重要 黎智英又指當時的年輕人在搶話語權 期望自己的想法成為主流意見 但他不同意年輕人這個取態 認為應該用老凡民的思想作為主流意見 他再次提及泛民初選的構想 指年輕人應該專注選舉工作 集中黃絲票員提高投票率 只就算政治數人初選時落敗 最終正式投票時 票員都會留在老凡民那裡 鞏固傳統凡民的議席 到2020年1月10日至12日 黎智英在台北與劉祖迪會面 3日行程由黎智英主導 包括他在台灣別墅開會 觀察台灣領導人選舉 和台灣社運人士施明德會面 以及其他泛國等 參與行程的人包括黎智英、陳子華、劉祖迪 李永特夫婦、何俊仁夫婦、施明德夫婦 以及一名陳子華在Telegram上認識 可以提供勇武派資訊的臨性女子 其間黎智英提示施明德和陳子華會面 形容施明德是真正的革命家 善於傳授抗爭技巧